Minecraft 跟最近皇后的Kubi的差别在哪 嗯 好久没拍实况了 真的是非常抱歉各位喔 因为真的太忙了 那我今天我就来说明 Minecraft 跟最近皇后的Kubi的差别在哪吧 首先 Minecraft 是建筑冒险类游戏 所谓的建筑冒险呢就是你可以 把所有东西都拆掉 然后放在地盘上组成一个 你能显像到的任何东西 而Kubi呢就是那种 嗯 怎么讲 跟Minecraft很像 好啦 我太随便了 Kubi呢就是一种 嗯 战争的游戏 但是它的方块内容跟Minecraft很像 就是它是从Minecraft衍生出来的 那我现在来说说看 操作方面有什么不同好了 嗯 左手右手应该操作不同 呵呵 好啦 开玩笑了 大声什么啦 在Minecraft的世界里面 如果你要爬上一格一格的阶梯 你就必须要一直按着空白键 跳 跳 跳 就像跳跳虎一样 而Kubi世界 而Kubi World的世界里面呢 你只要按着W 往前冲刺 它就不需要跳 跑阶梯就好了 多方便呢 对不对 而在打怪方面呢 你Kubi世界里面的怪非常强 你在第一等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一群人 它们头上的姿是红色的 告诉你 千万不要靠近它们 不然你的下场 就像夜星第一次玩Kubi一样 马上死了 而你在Minecraft世界里面 如果你遇到怪 你可以马上冲过去 双手万人啊 把那些怪打死 它们不会建议的 好吧 那我现在就来说说 Kubi World跟Minecraft 这两个不同的游戏 它们的 好跟坏在哪里吧 首先呢 你玩Minecraft的世界 如果你跟夜星玩的话呢 它正在选IBM 你就可以说 哦 不夜星 我要把你拿回来 你差点掉下去了 结果它摔死了 而呢 你在Kubi World就不行了 夜星很喜欢玩水法师 嗯 这样子 如果你们在一起打副本 它可以说 不夜月 我要救你 结果不管你补血 你就死了